军统教父戴笠 作者张军由老王播讲 第八十集 龙泉宝剑 孙殿英把宝剑交给戴笠 戴笠端详了一阵抽出了宝剑 邓石那是华彩四亿绿光逼人啊 戴笠师生教道 好剑 孙殿英搓着双手说 那个年代能撕在这个剑下 那就是一种荣幸 你想啊 犯了发死 最敌剑的构头炸炸 有点神分敌位 那是户头炸 晃清锅器才用龙头炸来 你想想看 如果是用这把剑来处死 那不是荣幸 那是煞 代理说 水浒传里写到杨智卖的宝刀 有削铁如泥吹发可断之妙 不知道这把剑能不能做到 亏元兄 咱们来试试 孙殿英说 央智来刀 那是蒋湖上来刀 绝对 那是逼不上这儿 说着 就从身上摸出一块纯银的元大头放在了凳子上 代理手起见落 元大头果然那就齐刷刷的断成了两半 两个人一起叫好 来得正好 让他一捋头发下来 炸烟 这就是 见了漂亮的娘们 俺就俗得是还扛 一点力气都摸了 孙殿英的副官 转过身去偷笑 孙殿英见了 干咳一声 赵副官 你拿着包剑去试娘们的头发 经过验证 果然名不虚传 带着一时心花怒放 排着孙殿英的肩膀说 鬼元兄啊 果然好宝贝 我带你转交委员长 保你今后飞荒腾打 第二天 戴笠带上保剑离开孙殿英部 按照蒋介石的吩咐 继续往中原各部视察 这个时候 戴笠正好把北平区张家口站的站长 马汉三招到了临线 他准备改调他负责内蒙古一带的特工活动 同时也让他负责监视 第八战区副司令 副作义的工作 吩咐完毕 马汉三看见戴笠 腰挂一颗古剑 又了解到 他是刚从东陵大道孙殿英那来的 于是心里暗暗的打起了主意 他等到戴笠准备走的时候 终于忍耐不住了 就说 局长啊 如今都是飞机大炮的年代了 你腰上挂个旧剑干啥呀 断事啊 戴笠说 你知道个屁 这是乾隆皇帝的御用剑 什么旧剑新剑 马汉三心里一惊 他的眼睛里射出了贪婪的光 就说 哎 局长 你还有那么多地方要去 这剑带在身边不安全啊 戴笠祥祥也是 这年头兵荒马乱 带着如此贵重之物 难道就没有闪失吗 所以就把保剑的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然后就说 我交给你个任务 保剑暂时放在你手里 等绝对保险了以后 才可以交给何英卿 我跑完几个地方以后 再去取 这个剑 我要亲自交给校长 马汉三连连起事 保证完成任务 戴笠把保剑交给了马汉三 一路上 贾金难说 局长啊 据说马汉三贪得无厌啊 他会不会打这个剑的主意啊 戴笠说 如此贵重之物 量他马汉三 有三个脑袋也不敢打主意 离开临县之后 戴笠在中原各部队转了一大圈 几个月以后才回到重庆 回到了重庆 他第一件事就是问唐纵 是否收到了马汉三送过来的保剑 接着又发电催问 马汉三回电说 风云突变 为安全计 古剑仍留在了孙殿英处 容日后路途平安 再做记忆 戴笠立即又电催孙殿英 孙殿英 却久久没有回电 这时候毛人凤对他说 局长啊 会不会是马汉三私吞了 戴笠想了想 仍然摇头说 不可能 别说是他 连我都不敢 毛人凤说 人未才死 鸟未失亡 有了这把剑 一旦带出国外 世世代代都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啊 你凭什么就保证马汉三 没这个胆量啊 戴笠一愣 正要想心事 义店处的蒋义英 进来报告说 河南临线来电 戴笠对毛人凤说 你还没说完 他已经回电了 孙义英退下以后 戴笠拿出电文一看 原来是严加告的 电文说 孙殿英正加紧祥日 戴笠把电文递给毛人凤 摇头说 这个孙老店 真拿他没办法 当了汉奸 宝剑又要送给他的东阳主子了 毛人凤正要说什么 只听到外面有吵闹的声音 一听 是人事处长 龚仙坊 在和一个女人争着什么 龚仙坊说 我们老板在谈公事 不可以随便打扰 有什么事我可以转告 那个女人却说 我有事情 要找戴先生 你凭什么挡我 龚仙坊说 这是我们的规定 一般工作人员 不能私闯老板的住宅 女人的声音提高了几度 我是一般工作人员吗 瞎了你的狗眼 龚仙坊见状明白 这女人和戴笠的关系非同寻常 就悄悄地退了出去 这个女人叫周志英 她见毛仁凤要走 就说 毛先生 有心正在找你 毛仁凤一听 只不说 你不会骗我吧 周志英嘟着嘴说 信不信有你 反正我已经从冀冬回来了 毛仁凤 这才三步并坐两步跨出门去 原来呀 向有心自从和戴笠有染 后被胡义民当场抓住 戴笠就只好派他 去冀冬监视大汉奸阴汝耕耕 并且有意地把他推销给了毛仁凤 自己就一心和夜霞宅在一起 因为戴笠天生就是风流种子 自从当上处长以后 几年间连他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女人了 有一天 戴笠从蒋介石办公室回来 看见一个女子从门口路过 就直接享用了 这个女子正是周志英 周志英长相平常 但是自从和戴笠油然以后 就欣喜若狂 隔三差五的把自己送上门来 戴笠被他烦死了 干脆就把他和向有心一起 派往了冀冬做阴乳羹的工作 劳人凤离去以后 周志英就要关门 戴笠说 关什么门呢 我的朋友胡宗男 等会要来的 周志英嘟着嘴说 真扫兴 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 又要来客人 周志英没办法了 就只好一屁股坐在戴笠的身边 戴笠说 从冀冬回来了 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周志英睁开眼睛 盯着戴笠说 冀冬 你是说阴乳羹那个糟了头子 戴笠点点头说 是啊 就是他 周志英用手 理着凌乱的头发说 哼 他就是个老色鬼 还想打我的主意 呸 我生是戴先生的人 死是戴先生的鬼 我还扇了他几个耳光呢 戴笠不高兴的说 你扯那么多干嘛 我是说 要你们杀他 你们做了没有 周志英说 杀他 有心是把你给的毒药 放到他的面里面了 但是他后来没毒死 对这个女人 戴笠从心里烦 但是又不好哄他走 心里只是盼着胡宗南快点来 胡宗南一进门 戴笠就推着周志英出门 小声的说 胡将军现在可是中国最了不起的人物 他有事找我 你回去避一避 周志英说 哼 我才回来 我没家 你的家就是我家 戴笠说 千万别这样啊 现在国难当头 军统局明文规定不许成家 何况我太太心丧 也不便于马上就娶 周志英见戴笠推的厉害 伤心的说 我们好不容易见上一面 又不能在一起久待一会儿 哼 我的命真苦 送走周志英之后 戴笠凶狠地教训工仙坊说 你为什么放他进来 工仙坊见戴笠火气很大 垂下头也不分辨 戴笠说 他是个疯子 今后绝不许见我 走了几步以后 又回过头来说 你先给他安排个住处 过几天想办法把他调走 戴笠走回房里 见胡宗南现在沙发里 看一本香港的黄色杂志就招呼说 请这样 什么时候你也开始喜欢这玩意儿了 胡宗南坐起来说 不向我问候还拿下流话打去我 你该当何罪啊 戴笠一屁股坐在胡宗南的旁边 毫不示弱的说 哼 我被疯女人纠缠的脱不了身 你不来救我 还问我的罪 世上有这样的道理啊 两个人相互攻击了一番 然后才谈起正事 胡宗南和戴笠的关系 如今已经到了互通有无的境界 自重庆做了陪读以后 胡宗南被蒋介石召见 每次他都是住在戴笠私人的公馆里 而戴笠吩咐毛人凤审罪等人 胡宗南来重庆 如果遇到他不在 一定要让他住得开心 因此在戴笠的家里 胡宗南等于 那就是在自己家里一样 戴笠平时是很小气的 特别是吃的东西 是不大让人动用的 只有胡宗南随便 一会儿胡宗南说 诶 余农啊 有个事我想请教 说着欠了欠屁股 戴笠推推手 做了个请便的姿势 胡宗南说 这些天哪 有人替我说没了 戴笠一听 立即来了精神 谁替你说没了 是哪家的千金呢 胡宗南说 孔祥熙的二女儿 戴笠一听 他不肯说出没人的名字 也猜得出是谁 就说 陈立夫说的没 胡宗南知道 戴笠和陈氏兄弟 那是对头 他还是点点头说 我是想问 孔二小姐 人怎么样 戴笠不知可否的 盯着胡宗南 一会儿才说 你家里不是有一个吗 胡宗南 垂下眼皮 陷入了回忆 他感叹说 唉 是的 我在去黄埔之前 曾遵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结过一次婚 他很丑 拿不出手 我一直不满意 这也是我 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 感谢您收听 由老王为您播讲的军统教父戴笠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收听